共产革命台独由于日本帝国在台湾的统治 使它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并且归于失败 第二个阶段就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 台湾出现了第二股台独包括海外 这股台独叫什么叫社会主义台独 因为台独在台湾的一个杂志叫七十年代 它的一篇社论写得很清楚 我们仅仅只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我们就完全有能力制造出一个台湾民族来 大家不要忘记啊 六十年底七十年代的台湾的台独朋友们 他们很多人是共产党员 很多人是马克思的信仰者 是社会主义者 他们甚至于是在北京的支持下 甚至遭到北京训练之后 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巴宁斯炮艇把他们送到台海中线 换乘个船再向全世界做领主的船关秀 那些人的名字我就不想提了 他们早已载入史册 他们今天和共产党眉来眼去勾勾搭搭 你不要以为他是台独 台独的第三阶段就是李登辉之后的阶段 李登辉架民主的进去 以着台独之桥 然后以所谓推动台湾的民主来把台湾推向一个走出中国的这一个非常不正确的道路之上 这是什么态度 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态度 这也不是共产革命态度 而是反华极端态度 他们是乱共并不反共 他们要反的是中国 因为他们企图把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搞乱 搞乱了以后 我好沉积独立 造成继承事实 这样的资料太多 我就不详细的一一例举了 台独经过了这个三个阶段 大家看一看是谁造的烈啊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造的烈吗 台独三阶段 你们第一阶段是他支持 第二阶段是他训练 第三阶段是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共产党和台湾的关系 也就是马力中国和台湾关系的第一个阶段 他是要利用台独来推翻国民党 在49年以前他要推翻国民党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时候 刚刚爆发 毛泽东在延安的广播讲话是什么 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 完全支持台湾人民的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 我们赞成台湾独立 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 请你们查一查解放日报 1947年2月底的涉论和毛泽东的广播讲话 这就是他们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在共产党支持台独 包括海外台独 配合他解放台湾 解放国民党讲解政权没有得逞之后 他开始用了一个手法 因为毛泽东30年把中国大陆搞得不空明绝 天天喊解放台湾 台湾就是解放不了啊 队长兵上台改变策略 不放弃武力 但是统战台湾 统战台湾怎么统 近年来的迹象大家都看得出来了 那就是拉拢国民党来反对台独 到今天为止已经叫做拉拢 泛男来反对泛女了 今天在中国台海两岸 共产党演了一串拉郎配 今天把这个党的主席请到北京去大喝一顿 明天把那个党的主席也请到北京走下红地毯 然后又把海外这些本男泛男的华侨里面 一直不坚定立场不够清楚的朋友请到北京去 好山好水好姑娘 就经上一位著名的华侨 一个著名的原来的国民党 亲民党的领袖 说了一句什么话 大陆真好 山也好 水也好 姑娘更好 共产党最好 一个党在纽约的几位中央委员后部委员 台湾一个最大的在野党的他的中央委员 纷纷被共产党请到大陆 回来以后亲口跟我讲 哇共产党好啊 给我们铺红地毯啊 请我们吃大宴会啊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啊 过去是支持台独反国民党 今天是拉拦国民党反台独 从而造成今天台湾的这么一个局面 我经常告诉台湾朋友 要珍惜你们的民主啊 你们的民主不完整啊 因为你们的民主是乌云下的民主啊 台湾就像一手大的航空母舰 在共产党的这颗大的乌云之下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刮风 什么时候下雨 什么时候下兵袍啊 不论他刮风下雨下兵袍 你的那个台湾的大船都会摇一摇动一动 荡一荡的呀 台湾人民要自求多福啊 这是马列中国 共产党和台湾的两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已经结束 第二个关系还在发展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海外亲共报纸 把这一次台湾的倒扁运动 公然称作红军 我们甚至于在电视报道里 听到了红军在广场上唱国际歌 到台湾成了什么呢 不就是差一点就要变成苏区了吗 不要糊涂啊 台湾朋友善良 比我们大陆人要单纯的多 可是单纯虽然可贵 但你面对那个狡猾的狐狸和柴狼的时候 你的当春就会葬送自己 我经常开玩笑说 台湾朋友什么财能都有 就是至少一种财能 和共产党做抗争的财能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们是卵房里面长大的花朵 你们不像我们 我们一小毛泽东就把我们呛在水里呛上次 卤水里泡上次 对不对 我们给他呛的泡的 浑身是茧啊 满身是胆啊 不一样 谢谢 大家都以为共产党非常反台独 台独也很反对中共的马列中国 我告诉你事实不然 没有台独在台湾 推动所谓的台独进城全世界的华侨 不会因为反台独有很多人糊里糊涂地走到了共产国的五星红旗之下 反过来台独闹得一起 共产党就越能高举心一感 从来不要民族的假民族主义大旗 在海外进行统战 这是互相关联 相互依存的关系 第二 马列中国对台湾有两个痛苦 第一个痛苦是什么 第一个痛苦 他是真想统一 就是统一不了 毛泽东时代 像我从小学中学 一年到头上街去高喊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可是没解放 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的胡总书记 天天要和平统一台湾 到现在没统一 一个专制君主 只要还有一块地方 没有被他所统治 他心里是不舒服的吗 帅天之下莫非王土吗 今天的共产党是希望帅天之下莫非共土吗 可台湾今天挂的仍然是青天白日啊 毕竟还没有变成五星红旗啊 他怎么会不想统呢 所以他想统一样 可能57年都统不了啊 康熙皇帝时代 也就是满清灭了大明以后 台湾岛上面仍然是继承大明的传统啊 可是康熙皇帝继位以后 整个大清开国不到三十年就解放了台湾了 共产党的中国大陆已经是57年之久了 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另一面国旗还飘扬在全世界 飘扬在孟雀尔唐人街的街头啊 共产党能不痛苦吗 我都为他痛苦 是不是 这是一 第二个痛苦 是真想打 不敢打 共产党动不动就说 我们的天下是打下来的 对不对 他虽然不打日本 他打天下呀 天下是 因为老主席说过 他一辈子是做过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